朕娘娘 娘娘 姐姐 这会使不上劲啊 娘娘 姐姐 娘娘 姐姐 姐姐 你醒醒啊 朕娘 使劲啊 娘娘 娘娘 娘娘都昏厥了 她怎么使劲啊 你告诉我 娘娘 你快醒醒 娘太医 娘娘 姐姐早产 受到了惊吓 现在还醒不过来 你快想想办法呀 回御妇娘娘 微臣已经给皇后娘娘 施针片刻了 这会儿 抬起鸡匠的厉害 我估计娘娘很快就能行传 你放心 龙胎一定可以顺利沉下 娘娘 姐姐 娘娘 你快醒醒啊 娘娘 娘娘 你醒醒啊 娘娘 醒了 姐姐 醒了 醒了 你失见 花哨 姐姐 娘娘 皇后产其未知 咱们会早产 春雨淑河走水 淑妃娘娘救不出来了 皇后娘娘一时伤心 就动了胎起 姐姐 奴才该死 奴才该死 是该死 皇后娘娘月份大了 哪里见得了这些东西 伺候的人也太不当心了 淑妃的死都别和皇后提 皇后身子受不住了 淑妃那边的后事 让内务府好好办了吧 你坚持一下 这儿 出来了 出来了 这孩子真可以来 好 伟臣给皇上请安 臣妾请皇上安 起来吧 皇后醒了 醒了 恭喜皇上 皇后娘娘替您生了一位公主呢 皇上 您瞧 公主啊 再对您笑呢 好啊 好啊 这是朕的五公主 自从臣妾生了和家公主 都八年了 终于又有了一位公主 臣妾恭喜皇上 这公主来得何时宜 就封为和宜公主吧 为万事皆宜之意 臣妾替皇后娘娘还有公主 谢过皇上 皇后如何 皇后娘娘大安 这五公主刚出生 你巡礼看一看 是 恭贺皇上喜得公主 皇上 你可好些了 咱们的女儿啊 可爱极了 刚才还朝着朕笑了一下呢 淑妃的 你暂且顾好自己便行了 淑妃的丧衣 会用内务府来操办 你暂且顾好自己 姐姐这孩子生得真不容易 是啊 辛苦皇后娘娘了 姜太医 这五公主的脸色 怎么有点发紫啊 是啊 方才不是还好好的吗 这孩子 是不是在气喘呢 朕为咱们的公主定了封号为和宜 叫景四如何 四者为小刺犀牛也 朕希望咱们的公主 像小犀牛一样健壮 好 皇上 皇后娘娘 微臣有要事禀报 何事那么 皇上 五公主 脸色紫障 偶有奇喘 微臣 细听了五公主的心跳 跳得极慢 只怕 只怕什么 微臣该死 只怕 五公主有心症 什么心症 婴儿刚出生时 有这样的例子 冬者 耿烟 出汗 脸色紫障 竟是吃力缓慢 长大之后 身体会脊弱 能否医治 无医治好的先例 只能细腥养育 不能出一点意外 此话怎讲 就是说 五公主要长大 就不能受疲惫 不能受惊吓 但凡受了惊吓 就会 一定是你诊错了 去 把所有太医 给朕嫁过来 是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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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儿是什么日子 五公主出生之日 竟是 淑妃离世之日 难道是淑妃 把这份不祥 带给了五公主 十二哥替若离世 五公主身下来求行真 不是淑妃的错 皇上不要责怪淑妃 朕不计较 朕什么都不计较 只要能保住咱们的公主 她能够平安长大 朕什么都不计较 啊 朕上 您是 并不是 老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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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老妆 老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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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该好好赏赐 可侍奉 淑妃娘娘刚刚红事 南方又在闹水坏 皇后一旨 此次赏赐一律减半 为公主祭福 谢皇上 皇后娘娘恩典 你说我们接生这么辛苦 这赏赐不当不佳 怎么还给我们减半了呢 是啊 田姥姥 你得听我们说话呀 你不还等着用钱呢吗 皇上和皇后娘娘一定的 咱们该说什么 谁让五公主有心证 咱们算是败辛苦一场了 田姥姥 奴婢请雷妃娘娘的安 起来吧 田姥姥这是怎么了 怎么还哭了呢 五公主身体不好 皇后娘娘这次生产 给咱们奴婢的赏银剪了半 可是 可是奴婢的女儿身体也不好 一直吃着包太医的药 现在已经 都没有银子买药了 哟 为了自己的女儿 怎么也得化呀 奴婢 奴婢平白无故 怎敢受令主的赏啊 拿着吧 以后少不了劳烦你的 不不不 奴婢不敢啊 不敢 那你女儿的病可怎么办呀 田姥姥您就收下吧 我请你 你不不得了 奴婢 谢令主 田姥姥 您这就见歪了 谁对您好 谁真心疼您 您心里有数就行 以后有缺银子的地方 尽管找咱们开口 是 是 令主善心呀 那奴婢告退